欢迎回到AppAppDuck的第一堂第九节 未来这几节我们都会继续讲解Firebase的API怎么用 因为那些code都是比较有点深厚 有什么不明的地方可以在YouTube的comment section里跟我讲 另外我也发现不知为什么除了第一堂之外 好像之前我们讲解的Firebase的API都特别多人看 如果大家是真的对这些API或者是database是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在YouTube的comment section里跟我讲 或者可以做多些这类的教学 我们现在回到mainpage.html 即我们的真正的home page之前 我就发现了其实原来我们还有一个问题来解决的 问题就在我们之前的register user这个function里面 这个function我再讲解多一次 作用在哪里呢 就是说首先我们就是叫了create user这个function 在create user成功了之后我们就会叫一个callback function 这个callback function做的东西就是会再开一个新的database 就叫user profile 就是把user的详细的资料担进去 好 问题就是在于你看一下Firebase 在这里它就把user的login的information 就是它的username和password那些东西 就放在这个login和authentication这个page上面 问题就是如果我们再将user profile 它就放在data这里 问题就是在于你怎样可以将这一道 这些information和这一道连结在一起呢 那因为本身是之前用了pass的关系呢 其实它就将user的login information和它的profile detail的东西呢 可以放进去同一个database的 问题就是可能Firebase它自己的设计呢 就想安全一些或者其他的原因呢 它就将这些东西分开了 那我们就要将两个database连结回到一起 那做法很简单的 其实是呢 我们知道你的login那里是有个user ID的嘛 那我们只要将这个user ID 同时间一起save回到这里呢 那就可以了 那做法其实是在 我们Adam就在这个gender is female下面呢 加多一行information 那逗号下面写user ID 冒号 这里就加一个什么呢 就是这里 上面其实已经有的就是 userdata.uid 这一行 save 这样呢 它就会将user data的uid 就是这个 就扔进去你的database里面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试一次 sign up sign up sign up 那我们回到这个database里面看 那看到最新的这个呢 Alex Ingram 呢 就多了一行叫user ID 你可以记一记 可能B3AFE 那看到呢 Alex 就是B3AFE 就是一样的 那到时呢 我们就可以透过这个user ID呢 呢 就可以找回我们的 詳細的user的profile 了 那我们现在呢 就正式回到 mainpage.htm 那里继续完成了 那这个template呢 在上一堂我已经给了大家 如果大家没有抄到的话呢 也可以在影片下面 可以抄回这个template 那同样了 都是将这些 啊 本来我改了成圆圈的 即圆形的括号呢 改回到尖的括号 那样 那在这里呢 啊 css的reference 我们可以 用回 facebook clone 那因为呢 那我们就用回 同一张 css的stylesheet 那就算了 那就可以在下面 再写多些几行啦 那就不用再reference 12张 那便方便大家 OK 那第一件事呢 就是 那我们先弄了一个header 那基本上呢 那header呢 就是和facebook clone 本来的header 就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就直接抄完 这一辣东西 copy 然后呢 就在body上面 就paste 那我们要改的东西呢 唯一就是这个 login form里面的东西 OK 我们全部清空了它 因为这里呢 我们就想是 显示个 用户的first name 和有home page的按针 那所以我们可以在id这里呢 就改成 user box 然后在user box里面呢 就开三个diff 第一个diff呢 就用来显示个名 第二个diff呢 就只是 一栋 这样分开它 而第三个diff呢 就是home page的按针 那我们开这里写home 之后呢 用a href 等于 散开 tags href呢 就是reference 我们之前 css stylesheet都用过了 那我们这个连结 连去哪呢 其实只是 main page h 等于html 因为这个已经是我们的home page 就是这么简单 那之后呢 我们就在这里写 user ok 到时呢 我们就可以用javascript 或者jquery 直接改了这个 user这个字 去吧 那在这里呢 我们就给一个class 他 就叫 userbox name 这样 这样 那之后呢 就在css那一边 我们可以用 slash 星 跟着 dash 然后 一粒星 再slash 这样就整一条线 分开上边呢 就是我们之前打好的code 下面呢 就是我们现在新打的code 方便我们自己看 那我们就在这里打 井字 header userbox 那因为是 id的关系呢 所以我们就用井字 之后呢 就改变对的位置 跟之前的loginbank的位置差不多 就是float write 之后 margin top 20个pixel margin right 那我们可以用回5%左右 之后呢 就是color 那我们可以用白色 和font size 就是150个percent 那另外呢 就是因为这三个diff呢 本身我也都讲过 diff呢 它自大的属性呢 就是一个block 那就是一个block 那就是一个block 然后下面另一个block 再下面才第三个block 那我想这三项 就平排显示的关系呢 那我就在下面写 header userbox 里面的diff display inlineblock 那我们可以试试 那我们可以试试回去登入 ok 那就看到在右边 那这里呢 那里呢 那里呢 都要改变白色 那所以呢 那我们就可以在下面 写 header userbox 的a 是不是 因为是header userbox 里面的a 这里 那跟着呢 就写color 都是改变白色 另外我们也可以用 这个 hover 就是这里打 冒号 hover 有什么用呢 就是说 当我们在这个a 这个link上面 hover 就是mouse 放在上面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的background 颜色 转成 比如是 深蓝色 dark blue 那我们就试试 refresh 你看到 颜色变回白色 和你把mouse 放上的时候呢 背景是变了有少少的 深蓝色 那样的 最后呢 我们就要把这个header fix 了在 这个顶的位置 那做法呢 就是其实在adam那里 在header那里 加一个class 就叫 比如fixed box那样 之后呢 就在这里加 fixed box 就是position 转成是fixed save refresh的时候呢 你发现是没有什么大分别的 但是之后等我们加多些post的时候呢 你就会发现这个header呢 它的位置是不会改变 都是在这个地方 在网站的顶端是固定了在这里 就是这样的 那好了 这一节我发现六下六下呢 都已经差不多成十分钟了 那下一节呢 都要成十五分钟左右的时间 才可以讲解完 那我都之前提过 因为为了想每一集都十至十五分钟 就可以完结了 那所以这里呢 我就停一停先 下一节呢 我们就会讲完 怎样将这个user 这个位置 可以改成我们 现在这个user的first name 就是alex 感谢观看